做情人的五个阶段 你们到了哪一步 爱情是一个循序渐进 水到渠成的甜蜜过程 当爱从一颗小小火轻 到撩遍你心中的草原 其实是有阶段性的 而每个阶段性的递进 都是爱情的一次飞跃与升华 每个人的爱情经历都不相同 但根据心理学 我们可以将爱情大概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爱美妻 确认过眼神 遇见了对的人 彼此互相信引 慢慢靠近 这一步点燃了爱情的小火苗 彼此交换联系方式 开始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 慢慢渗入对方的生活 聊天是一步步的试探 一点点的言语聊拨 却嘎然而止 却不敢过分冒进 生怕疼突对方 心里像揣了一只兔子般 忐忑不安 又像含了一颗蜜剑般甜滋滋 再揣摩对方心意 有了一定的把握后 双方才会迈出第二步 第二个阶段是激情期 热恋期的情侣如干材烈火 满江爱意 往往能让彼此沉迷其中 无法制拔 热烈的爱意 能蒙蔽对方的双眼 另一半在自己眼中 自带美颜滤镜 一切都是如此的完美 如此的切合自己心意 甚至许下相逢恨了 耻声不唤的承诺 双方为了彼此能够献祭自我 舍弃自身利益来成全对方 也许风火系诸侯 也不是玩笑呢 第三阶段是无奈 热恋的高温褪去 失去美颜滤镜的对方 露出了分词的模样 原来他也有着 这样那样的小缺点 再加上现实的压力 两个家庭的磨合 使这阶段爱情进入瓶颈期 即使是彼此相爱 却因为种种因素 而得不到美好的结局 这种爱而不得 失心裂肺的苦楚 令人无奈叹息 第四阶段是无尽的煎熬 身处在这个阶段的恋人 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内心虽然挂念的彼此 却已经不在一起了 思念如潮水般向你涌来 难受到自息却无法解脱 可念而不可说 相爱却不可得 如小火熬中药 越熬越苦涩 升起过无数次 要连续对方的冲动 却又为理智压下 希望自己能快速忘记 对方得到解脱 却又如溺水之人 牢牢抓住最后一块腐败 矛盾 增扎 煎熬 其死苦涩 实在难以言缩 第五阶段剩下的只是痛苦 不管曾经爱的 多么轰轰烈烈 刻骨铭心 时刻只剩下 内心的一片荒芜 知道一切都无法挽回 不得不接受彼此分离的结果 以往的幸福美好 都将埋藏与回忆 随岁月风化 彼此怀着沉重的心情 整理好各自的状态 各自前情 偶尔回头看来 心中泛起阵阵 心酸与甜蜜 爱情是一场修行 我们步入其中 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无论最后能否修的正果 都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愿你我在这场爱情修炼场中 早遇良人 感谢观看